中午扭开收音机 我在这里 你在那里 我们在空中相遇 轻松休息 还能够获得满满资讯 爱饭陪你一起 爱谈大小事 继续热动 晨天放松 早上好 我是清柔 早上九点的上到上午十一点 这两个小时呢 就有博士来聊节目 而本期呢 廖朝基博士呢 就请来了阮永和博士 他是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研究的方向呢 大多数跟马来西亚的华人历史啊 华人假币单 华人的祖谱等等的课题 都有相关的 而今天呢 就要主要谈谈 就是二战之前 华人在马来亚 纳米贸易的一个参与 我们一起来博士来聊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听志一喜话 在知识的海洋中 徜徉探索 对方星期六 早上九点到上午十一点 博士来聊 今天的博士来聊呢 我请到的是我的学长 阮永和博士 因为阮永和博士呢 之前上过我们的节目 然后这次再把他特别请出来 是因为MCO又延迟了 当然这次延迟 我们外出那个购物 基本上不受影响 但是今天请他来 主要是谈一谈 大家都是非常关注的 之前在MCO阶段的时候 买米买粮哦 那大米的情况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里面 然后这次呢 叫阮老师上来跟我们谈一谈的课题呢 就是二战前华人在马来亚大米贸易的参与啦 他是这么免俗哦 还是要问问这个 永和 这次的MCO阶段你是怎么样度过的 嗨 超级好 这是MCO的那个生活吗 就是在家里度过啊 偶尔就是家里没菜的时候就 往外跑了 就去买菜 买肉 买水果 一般的时间都是在家里度过的 那这次MCO阶段 有没有让你获得更多的时间来做学问呢 哎呀 这是我最羡慕的人 这个嘛 偶尔嘛 就写写文章 改了文章吧 因为毕竟还是要在家工作 还是要写文章 还是要做研究的 所以这次呢 就请你来专门谈一谈这个二战前华人在马来亚大米贸易的参与哦 特别是简略跟我们讲一下 二战前马来亚稻米粽子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 那其实 马来亚大米的粽子 实际上是在18世纪中后期的时候才开始收到粽子 实际上之前的 这道美都是比较没有受到粽子的 因为毕竟当时候 其实早期 马来亚主要集中在马来亚半岛的北部 伊达啦 多里士啦 京城啦 跟加安丹这一带的地区 有粽子稻米 而其他地方其实它是零零散散的 这是为什么 因为主要是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看中的是种植有价值的一些农作物 像胡椒啊这些东西是 因为这些是银子民或者是葡萄鸭子民 甚至到荷兰知名的这几个知名者 他们其实他们看中的是有价值的一些农作物 然后马来亚就是刚好适合种这些东西 然后稻米是比较廉价的一些粮食吧 然后而且可以透过廉价的运输 然后运到这个这些地方去 去提供给人民使用 而且当时候马来亚其实上本口也不多 那其实不用种了那么大量的那个稻米 所以它的那个种植度就比较小 只是到了八世纪中后去的时候 就是人口开始慢慢崩大起来 所以马来亚的稻米实际上 它其实是不足够供应给所有人使用的 换言之就是从过去的稻米的种植到今天 你看我们现在今天说我们吃那个米 我们其实讲来讲去 本地米我们吃的比较少 我们都是大量吃进口的米 所以我从小有记忆 妈妈叫我去买米的时候 都会特别著名买哪一种米 家里的经济条件稍微改善的时候 就要买泰国香米 所以好像从我董事以来 我就一直有个印象 为什么马来西亚的 稻米不足够本地的人口吗 可是刚才听你这样一说 就是好像事故以来都是如此 对对对 尤其是在入山前 马来西亚米实际上 其实马来西亚自己本身分产的米 足够应用给三分之一的人口而已 所以三分之二都是靠着进口稻米 是进口稻米搞不好它的那个成本 还低过你去直接种植收成是吗 对对对 可是后来因为有 有些因素人口增长是前为一个因素之一了 但是还有就是面对了一战的时候 进口稻米运步到马来西亚半岛 所以导致了和殖民政府也 马来西亚从事者也担心 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会随时会闹饥荒啊 或者是动乱这些东西 所以要开始提高马来西亚的生产力这些东西 是 因为我们之前跟永和谈的时候呢 也有提过一个点哦 其实后来大米的贸易呢 是随着华人移民过来马来西亚半岛 尤其是西荒业啊 还有这种肯子业的时候呢 大量的华人人口移进来的时候呢 而当时华人主要的这个 主食就是大米啦 所以也因此是这样 也就发生了一些就是 稻米的这个整个经济率 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但是我们稍作休息哦 回来后呢会再请阮老师呢 再给我们细细谈一下 就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大米 或者所谓的米哦 在过去的历史的这个 发展的过程里面呢 它的贸易的情况 跟种植的情况 有发生过哪一些改变 今天博士来聊呢 我请到的是阮永和博士哦 阮永和博士的博士论文呢 专门是认及到 战前的这个马来亚大米贸易 所谓的大米贸易就是我们现在吃的白米啦 上一段我们提到了 当时在二战前的时候呢 马来亚的稻米种植呢 是仅足够供应给三分之一的人口哦 那我们就很好奇了 在那个时间的时候呢 这一些稻米的种植呢 是不认不在哪一些州呢 嗯 这些稻米的种植啊 它实际上在马来半岛的北部是比较多的 例如吉达州啊 吉兰丹啊 跟多里市 槟城 这一带的 这几个州属的地方是比较 多是以种植稻米为主的这个地方 但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况也大致一样哦 但是我们现在也知道除了北部的那些州之外 好像雪兰儿一带也有人种植稻米哦 所以我就很好奇 是不是这种 这种稻米种植的情况是从那个年代就开始了呢 北部的算是比较早期 就是说他们可以是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种植 但是雪兰儿的这一带好像霹雳的一些地方 实际上是后来是英国人开始 种植这个稻米种植这个行业 过后才开始慢慢的去规划 哪一些区域是应该 嗯 作为开发稻田种植的这个区域范围 然后就去例如就开采这个 开替这个运河啊 然后建立这个水库啊 然后让人能够以这一块区域 作为稻米种植的一个地方 除此之外 雪兰儿一带之外 像我生我长大的柔佛 我不知道他当年是不是后来也是因为这样的情况 开始也有稻米的种植呢 就是柔佛他算是在江泊整个马来半岛里面的区域里面 实际上他的土地啊 是江泊所属里面它其实跟吉兰丹差不多是一样 他的面积 土地面积是 种植稻米的这个面积是非常大的 哦 是 可是他却没有发展稻米种植这个行业 可是因为这些区域啊 他基本上来种植了橡胶 所以导致了他们很少有这个稻米种植的这个土地 换言词就是之前就是按照你的研究哦 柔佛曾经一度也是有种植大量的稻米的对吧 他也在算是20世纪初期的时候 才开始有这些稻米的这些种植 嗯 柔佛的这个历史来讲的话 随着他们随着各个居民啊 是以海港为主或是港口为主 所以内陆基本上很少人机在那边居住啊 所以他们都是以渔业为主 海上贸易为主 他们吃的稻米基本上就是从泰国运输过来的 不需要为稻米而返 这是靠进口 那他们的这个因素到底是解决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第一个是人口吧 人口的膨胀 当然马来人早期是以马来人为主 但是马来人他其实百米 必须是他们的主要粮食 嗯 他们可能是沙菇米 也不是吃大米为主 但是人口膨大就是哦 尤其是华人从中国过来 印度人从印度过来 都这两大批的 这是劳动者 外来劳动者 他实际上叫是大米为主的 像是期矿业 那我朋友那些农业种子园 都分布了这些劳动者 但是他们就是吃稻米的嘛 如果没有大米 本地也不足以提供给他们的话 也没有进口的话 这样子他们就会 很久可能会面临的是 闹饥荒 大国人的问题 华人商家 他们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然后不能就是 仅仅是靠本地的大米的这个市场 我们必须要进口稻米啊 然后掌控这个大米的这个市场 甚至要垄断 然后才能够有足够的这个大米提供这些劳动者 去吃这些大米 解决他们的这个散散问题 没有另外一个就是 二战的一战战 一战的时候爆发的时候 确实是很多的轮船 包括进口包 这个运输啊 全部是中止了 这样的情况也导致了 外国大米进不了于马来西亚 没错 他们要么就是 要么就是靠太古的一些路上运输 到了马来西亚 所以英国人 他们那时候 一时到这个很多商家它开始断粮 然后让到这个米的这个价格突然爆升 然后让很多人吃不了大米 然后买不起 甚至有一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动乱了 所以他们开始更加的要加快这个速度 就是让马来西亚的种子大米的这个面积啊 增加 因为以马来西亚那时候的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当时候的那个大米 其实只是足够以让马来人或者是马来农民使用的 他们基本上就是一种自己跟踪自己吃 然后有剩下一些多余的就才会运到去市场去 小瘦但是他已经不足以其中大体的这种劳动者使用 嗯 所以这个因素还是跟这个战略资源有关系 你想想看 如果纯粹靠进口的话 那的确一进入这个战乱 甚至也还不是进入战乱 就是你很容易沦为其他国家 邀喝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手段 就换言之他只要在切断了你的稻米的来源 那你们国家的当地的内部就会发生这个饥荒 甚至会动乱 所以就因此这样 对 低矿液会停顿 对 因此这样 因此地政府会大量的鼓励大家去种植稻米 但是它的种植稻米的量其实还是没有达到说自给自足对吧 对对对 实际上马来西亚的产量 实际上在20世纪开始 到了二战前 它产量已经开始增加 但是增加的数量不能 这个速度啊 不比人口增加的那个速度来的快 所以它还是只能 还是维持着三分之二的进口稻米 三分之二哦 还是很平均的 对 这个数量它一直在维持 是 好 我们稍坐休息 待会我们再回来 继续跟阮老师继续聊这个课题 好 OK 听君一席话的今天 我请到的是阮永和博士 谈一谈这个白米 或者是俗称大米的种植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人口的因素 还有殖民地政府的鼓励 虽然在马来亚半岛呢 就是有大量的这个稻米的种植 但是它的供应量呢 还是只供应到三分之一的人口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很好奇了 是哪一些族群参与在这个稻米的种植 这个行业里面呢 其实如果回顾二战前的那个情况的话 其实上马来人是主要涉及到美种植的一个最大的族群 其实华人跟或者其他族群他们其实都涉及到很少 有一定的原因吧 就是其实是英国人来的时候 他本身其实是把其他族群已经类似于分而制止了 所以华人主要还是在经济方面啊 然后马来人就被粉渡到就是所谓的类似于甘工的一些指定的一种甘工经济 就是发展成类似于大美种植 就是渔民和野质种植等这些职业 所以换言之就是哪怕是后来英殖民地政府 他大量鼓励这个种植稻米的时候呢 他也会优先鼓励马来民族去种植 而不是说让华裔过来参与到稻米的种植吗 对对对因为英国人他在这个指定的时候 他其实有推翻不了类似于一个马来人保留地的一个法案 所以他要求甚至要求马来联邦政府将一些土地 化为马来保留地 然后是让他们去跟踪这些稻米的 所以他们也禁止他们将这个土地转让给非马来人 所以这也导致了很多时候 这些马来保留地它基本上是很适合种稻米的 所以很多时候导致了华人跟印度人 基本上是没办法去射击在世界当中 除了好像类似槟城 它不是马来联邦也不是马来鼠邦 它只是英殖民地 所以英殖民地它没有马来保留地的这个限制 所以导致了一些地方还是有华人在种植 然后蛮特别的 因为那个新城的马利亚新加坡 当时叫做海峡殖民地 就是山东谷嘛 所以按照你这样子一说的话 就是整个稻米的种植呢 除了我们熟悉的这个族群份额自知之外 还有涉及到这个当时森林者 对于这个土地功能的使用的限制 对 但是其实英国它其实它也发现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就是说马来人它本身的那个生产力 没办法很好的有效的提高 所以它其实英国完全它有部分的已经有打算 或者是有跟马来人去了解 能不能把这些马来保留地开放给一些华人去种植 但是其实马来人他们其实很反对这个东西 甚至觉得英政府它其实应该更鼓励来自印尼的 达巴西的地方来参与这个种植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可以讲是 他们是同一个族群 同一个文化 同一个宗教 所以不应该开放给其他人去参与这个活动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是农业大国 对吧 而且这个稻米耕种的技术历史相当悠久 对吧 对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当时这个稻米的这种耕种的这个技术 是使用这个中国移民过来的耕种的技术的话 会不会可能就不会说那个稻米的那个耕种量 是不会足够供应给我们大家全部的人口 这个或许会的 因为我们不能从这个大米这个种植来看的话 实际上大米生产过后每一个环节经常就有华人去垄断 包括技术的提升 原本把传宗的那种技术 连米技术全部提升到技术全部是华人去垄断这个世界行业 所以这个现象蛮有趣的 但是我们稍作休息我们下个小时的时候就要来谈这个现象了 你看一方面就是因殖民者对于这个土地的使用 还有就是对于稻米的种植 他一方面是只保留给马来民族去做这个工作 但是很显然的后来的大米叶它除了这个原产品的种植之外 它有一个加工的过程吗 甚至我们也比较熟悉的这个所谓的进口业 但是这些加工业到进口业呢 却慢慢的呢会是由华人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推动者 那现在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我们在下个小时的时候再请阮老师跟我们细细道来 今天博士来聊呢 我请到的是阮永和博士 阮永和博士的博士目纹主要就是做战前的这个 马来亚大米贸易的这个整体的情况 做得非常好 他那个博士论文 我是蛮期待他出版成一本专注 但是呢今天借这个机会呢 让他来和我们畅谈一下这个课题 上个小时呢 我们基本上已经跟各位交代了 马来亚稻米种植的大致的情况 就是基本上稻米种植只能够供应当时三分之一的人口 然后我们也分析到为什么稻米的种植在马来亚的时候呢 是主要是以马来民族的参与 就是主要跟因子比地政府的政策的鼓励有关系 可是后来呢 随着这个华人移民的人口的这个大量的增加 使得原有的稻米的供应量是不足够的 而因此呢也就发生了另外一个我们重视的一个环节 是华人是怎么样参与到这个马来亚大米的贸易的过程里面的 方老师 刚才我们前面就说了嘛 就是西方业啊这种种植原的这种劳动者 包含嘛 人数 所以本地的米就无法供应了嘛 所以华人方家就必须要想个办法就是找到足够的一些粮食去提供他们经济活动的劳动者去去使用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有靠进口 所以他们第一步他们先要做的东西就是往国外去找这些稻米 然后隆东那边那边谈谈那个合作的那个那个宽西坡 然后再去进口他们的稻米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是靠越南啊泰国啊缅甸啊这三个主要的这个大米 所以他们会进口到马来半岛 所以当时候的华人他们就会以冰城跟新加坡这两个地方作为他们这个大米的那个提山中心这样子 所以他们进口了过后 然后就会在这两个地方建立了这个粘米厂 然后进行加工 然后变成白米才输送到他们所指定的一些地方或者是去市场去销售 所以从那个我们说的Puddy这个稻米的这个生这个种植到生产到我们吃的Natsi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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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米哦 它其实它中间是经过哪一些加工的过程呢 它其实是当时候如果讲华人还没涉及的时候 它其实让马来人它是以传承的方式 就是要去用手工的方式去去去敲打啦碾叫啦 然后让它那个白米那个大米脱骨 它壳了过后再进行磨 然后所以成为这个白米 但是华人他们比较有这个资本 所以他们像西方去引进了很多的那个那个大的那个先进的那种机器 只要把照骨放到这个机器的那样子去去经过一轮的那种 碾叫过后它就变成白米或者是照米 照米它可能就是一种还没完全脱骨的 为什么华人它实际上要要要要涉及这个加工 它实际上还一个还一个考量的 就是如果进口的话你不能单单只进口白米 因为白米它经过免掉过后它其实存放的这个期限啊 只有6到9个月是那个时候的啦 然后如果照米的话它保存期只有4到5个月 但是如果是没有经过加工 那个照骨它实际上它的保存期可以达到2年 所以华人它必须它的华人方向它必须要考量的就是我不能单单只进足够的白米而已 而且我还要进超过供应量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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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 尤其是包裹它可以来到新加坡跟那个冰城去存起来 有需要的时候才拿出来免掉 所以它在这里的进口锅进口大美这个这个贸易锅 它还要考量的时候还要涉及到所谓的这个粘米厂是一块的领域 而甚至还要粘米厂的代理人它甚至还要是怎样去去除了进口锅米之外 还要怎样去涉及你当地马来半岛的马来人去拿到这个锅米 所以这是有这种要考量的 更是雜货店批发商、零售商 他们要怎样去经营这个网络 所以他们那时候他们是慢慢把这种米全部建立起来 基本上当作马来半岛基本上的那个米的贸易 基本上就是除了马来人生产之外 从加工到销售 基本上就是华人去那种这样的 这个现象还是蛮特别的 就是那个种植者是马来民族为主 可是从种植者就是所谓的农民 就是农民它生产出原产品过后 从原产品的加工到分销到到消费值手上的时候 这个整个环节既然都是华人商家参与的 我稍微休息 因为刚才我想要问一下这个阮老师 就是如果这个大米业的利润高的话 那为什么英国资本 就是所谓的英国商人 没有来参与到这个过程里面呢 今天博士来聊呢 我们聊的课题就是白米 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白米 它的这个贸易在过去历史的过程里面呢 发生了哪一些变化 我们提到的就是在 马来亚半岛的时候呢 当马来人作为这个稻米的生产者 但是呢随着华人移民的参与跟加入 后来的情况就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转折哦 就整个这个从这个农民生产到股 过后的整个流程从加工到分销 都是华人商家在做这个垄断 那我就很好奇了 我想问一下阮老师哦 这样垄断那当然就表示这个行业有很高的利润 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英国资本家应该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那为什么还是会发生华人商家垄断的情况呢 嗯这个其实有一定的因素在啦 就是最早期的时候是英国人他是鼓励的 就是先鼓励一些资本家 你有这个资本你的能力你就去先发展嘛 然后所以华人他们采取这个能力 他就发展成一个很可以让自己本身垄断的一个市场 但是到了一战之后 随着英国人他其实是非常对华人最快的这个网络有点顾虑 因为他看到的是为什么一战过后到底没有了 就是很多商家 当然不要讲大商家他决定上他是跟英国人合作的 那个小商家他们是把大米把那个货蹲起来 让价格标得很高 然后也没办法让到很多社会的那个问题出现 所以英国人就会有检讨一下 实际上这个政策是不是错了 他应该要到设计当中 然后也要不能让华人完全的垄断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已经跟那些大的粘米的商家看好这个合作 包括我加入这个你们的这个管理层 包括整个管理这个机制包括要我来控制 所以很多的大的粘米商后来已经慢慢转成这个观光的粘米厂 是由政府来控制的 包括他的整个的这个整个的管理层的最高实际的管理 基本上是由英国人来来担任的 但是也有华人设计当中 但是英国人他其实缺乏的一些东西就是 华人他本身不只是只是经营一个粘米厂 他还有一个手段就是我要怎样得到一个粘米 所以华人已经从这个方面已经开始融赚了 英国人拿到粘米厂也没办法的 因为他没办法得到粘米的来源 他让他进口他可以从国外进口 但是他本地的他没办法 所以华人已经跟马来人建立起一个很特别的关系 然后基本上粘米都会流入到华人的手上 然后英国人如果单独去跟马来农民拿这个粘米 就也有一点困难了 那华人是跟马来人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一种 就是贸易的关系呢 使得马来人都会优先把大米 那报股卖给华人呢我蛮好奇的 嗯其实这个蛮特别的啦 因为早期的这个情况是 其实马来人的那种经济 他其实是非常的干博 然后我觉得他人们没有很大的资本 所以他要送你没有钱了 比如说然后他要怎样做 然后他要怎样去维持他人们的市场生活 比如说都是靠华人 所以华人在那个时候 他们基本上有些是潮州人 都是往那个农村去开炸华店 然后我让马来人去这些炸华店里面去 买这些商品 或者他们很特别就是 马来人有钱不用钱 你可以收账 对 但是你这个帐子要划 稻米来划农之后 哦这样的 有些时候他们 按照那个时期就非常多 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就是说 我可以以炸华店换取不同的这种生活的用品 哦好 然后就有华人 当这个这些炸卧店 他们已经拿到了炸华店过后 他们就卖给这些粮米商 哦 那他这个渠道的确 如果英国资本家他要介入的话 他可能要花更高的成本 例如说他也要类似华人的这个炸卧店商 他自己要开个炸卧店之类的 那他的成本是没办法估算的 对吧 对对 因为华人他们的商 华人商家他基本上是从 你不从 就是不仅仅是自己做生意 而且他还跟英国人做生意 他也还跟农民做生意 他基本上把上到下的每个环节都 都连贯的很好 对对对 而且非常特别 你提到的这种就是 奢账的方式 然后呢我不平均从你这边 买取其他的日用品 我奢账 然后结果呢 我就用那个同等价格的倒股 来还我的那个月底的结账 这个方式还是相当吸引 吸引我们的朋友的对吧 对对对 所以也只这样感觉起来 这个英国商家 就算是他在那个企业并购的成分 或者用他的行政的那个权利 去参与到相关的这个粘米厂 但是他无法获得或者是 取得这个倒股的直接的来源 所以换言之 他还是没办法就是干扰到整个 华人在这个行业的垄断的程度对吧 对啊 所以他们英国人他们在 主要这个这个 这个米厂的这个经营权购后 还是要委任华人去管理 然后包括收购 所以他们都是有华人去去去协助英国人的运作 啊这个今天让我们都长戒指了哈 原来这个这个整个倒米业的垄断 还还不是理所当然的 这里呢就发挥了我们鲜明的这种经商的智慧 我们稍坐休息 然后最后一段回来 再请阮老师再跟我们谈一谈 这段有关大米的故事 今天博士来聊呢 阮老师呢给我们掌了一个见识 长久以来我们都知道这个倒米相关的行业 包括进口啊粘米啊分销啊都是被华人商家给垄断 但是呢这个垄断的实际的过程呢 大家可能一下一开始都以为是资本 可是呢这里呢还涉及到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经商的智慧 就提到了当时这个华人小商家 尤其是杂货店商 如何在这些农村里面经营杂货店的时候呢 使用这个收账的制度 从此从那里呢 与农民呢建立起一种特别的一种就是贸易的关系 而这样子呢就掌握到了这个倒股的这个原料的直接的吸取 所以今天的呢 最后一段呢 当我们聊这个二战前华人在马来亚大米贸易的参与 可能要请老师稍微给我们总结一个几个历史的经验吧 对啊 实际上就是我的研究来讲的话 就是把它归成三种类 三种类型的因素吧 这种因素就是 华人在这个马来亚的这个经济的一个优势吧 嗯 它的优势实际上就是 它能够做很多它想要做的东西 包括它的资源 它可以去开拓更多的市场 所以它比起 海人或者是印度人来讲的话 它确实是 英国人非常鼓励的一个 去做这些开拓的这个群体 所以保住了它能够在这个市场上更快的收藏社区 是 包括它也是如果它有多余的资源 我们两个所谓的资源付出的情况下 它不只是在乎金钱 它有多余的东西它会这样买呢 所以可以先打 我们叫盗米 所以它属于这种资源付出吧 而且接触马来人之外 它又可以做到想要的东西 然后让顺利掌握了盗米的这个市场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可以解决的 就是说我不只是 你自己看这个钱 我其实我把他们换了 我可以换到 接触他们之外 我可以换到我们更想要的东西 是 然后另外一种 就是第二点就是 其实华人的商业模式吧 嗯 他们其实观察来讲 我看到我看从这个十七 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 慢慢的过了二十世纪 他实际上 嗯 他这个商业模式 其实是从血缘开始 慢慢到地缘 甚至后到这个业缘 他是慢慢的膨大 所以说 他原本一开始 是一个 所谓的跟家族的人合作 然后再到跟同乡的人合作 再到 跟那个同业的人合作 他其实就是一种 所谓的同乡同业的一种经济现象 所以他慢慢的膨大起来 都垄断起来 所以甚至 你要去进口到米 一开始他基本上就是家族的人 分布到不同的地方 好像 好像槟城最出名的就是秋公司嘛 嗯 他们的整个家族 其实不只你在槟城有而已 在美甸 在泰国 在印尼 在很多地方都有 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 垄断那个 大米的市场 所以也 从中而协助到 槟城的 其实家族能够很轻易的得到 不同地方的大米这个进口 嗯 所以是一个非常 蛮不错的东西 包括 马上我们平成最有 平常的那种家族企业啊 最早期的就是他们有 几个很多的信息 他们其实也是 联合起来 等下我做共同的行业 我们一起可以联合起来 来开拓 不同的那个东西 所以他们就 透过这个工资的情绪去 在大米 进口贸易 轮船贸易 不同的 经济活动上 一起合作 一起把资金 资本 融合起来 嗯 就用更大的资金 去开拓这个市场 所以 这个是非常 不错的一个模式啦 嗯 至于第三点的话 就是其实 滑档跟 更多的一种关系 是 就是如果没有更多的 保持那种付出关系的话 然后 就是 不能有更好 更快的方式 去 开拓这个市场 也因为有了所谓的 正常的这种结合 也让到很多华人 很快的 在这个 这个 国内外的这个 大米贸易 那样上 取得很好的地位 因为很多东西 还是要 执政者 或者政府 对你的信任 他才可以很 对你的信任 才会给你所有的 制造 或者是经营权 所以华人他也是 利用了这种关系啦 然后让他 取得了这一方面的成功 嗯 基本上是以第三点来讲的话 其实华人的这种 模式直到现在为止 其实应该 值得一种学习的啦 对 从这样子来看的话 其实从稻米行业呢 我们也更加清楚了整个 华人商家 彼此的合作和互助 然后 进而就是取得了 相关行业的垄断 甚至是 长久的发展 嗯 是 不过这个情况是 有他特殊的历史的情境啦 对吧 对 可能换到现当代的话呢 还是会有一些新的挑战 不过无论如何 感谢今天 阮老师和我们聊了这么多 关于这个 倒米的这个贸易的情况 尤其是二战以前 华人在马来亚大米贸易的参与 谢谢 谢谢 谢谢